大家好,欢迎来到明镜电视的专访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跟大家又及时访问到大家特别喜欢的陶杰先生 陶先生你好 不过今天我们首先不是感谢陶先生 首先是感谢杨洁篪委员 杨洁篪委员因为昨天不是星期四他在阿拉斯加的一番发飙 是全世界都感觉到震惊 然后媒体人就亢奋得一塌糊涂 因为流量上来了 观众也有了情绪 因为美国的这场大雪 落成是朋友中间分裂不已 我们媒体也分裂不已 有人说你是支持川普的 有人说你是反川普的 弄了半天以后大家都没有情绪了 大家都不想谈了 然后美国的几大电视台 无论是挺川普的和反川普的 流量都急着下降 没人关心 包括我们的频道 流量在过去也下降不少 但是感谢杨洁篪一发飙 流量全部回来了 所以你说政治家 是不是这个还是表演艺术家比较好一点 是 完全突允 你说这个谁都不喜欢这个表演 骂来骂去 这个川普在台上也是这样 但是川普在台上 恭喜了媒体最大的流量 是 完全是 对啊 那您当时候看了这个画面 您在香港看到了吗 看了啊 怎么样啊 有没有感觉到民族的自豪感起来了 我们呢就是说这个评论时事啊 要理性啊 不要太感觉不要太情绪化啊 这种民族自豪感呢 这个那个呢是属于比较情绪化的领域啊 这里头的东西 但是确实这是现代外交史上比较少见的啊 对 首先呢我们看整个过程 就是说大家 在这个阿拉斯加冰天雪地 平时这个安克莱治这个地方呢 我也去过一次 确实现在安克莱治这个人口很稀少 在这个 这个选举人票啊 这里头只有两票是吧 而且呢 长广广是一个转期的地方 等于是苏武牧阳啊 所以呢这个即使是这样呢 我们看这个姿态啊 中方的这个两位外交高官呢 来了是不是住两个晚上 是不是住两个晚上 他们是走星期四的铃声赶到的啊 然后呢按照行程的星期六的晚上回去 因为一来里广不太好 里广我们看了一下价钱 最贵的房间一百七十块啊 好像还没有看到总统套间 第二个呢 这个美国现在不是靠门啊 开玩笑啊 其实疫情的问题啊 就是说不安排吃饭了 包括这一次 这个美国的外交官 布林肯去韩国 去日本都是自己吃饭 不去吃饭了 那么所以呢 杨洁篪碰到王毅 两个人一问就说 你吃泡米了吗 所以有人说啊 这个杨洁篪发飙啊 就是因为吃的不好 这也不能这么说啊 就是从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啊 这么高级别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到了美国这种地方兵先学地 还是跟老百姓一样吃这个泡面 吃杯面啊 这不是这个很清明吗 现在有外国的媒体啊 老是漠黑 说什么中国领导人啊 生活奢侈了啊 说什么这个这个毛泽东 朱德 这个那个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啊 还有狗肉吃啊 是这个西餐啊 这个那个呢 我们今天就让杨委员跟王外长 两个人亲自他们交谈 哦原来发现这个真相 原来 这太辛苦了 代表13亿人民呢 真这个面子 真尊严 真底线 还有你别忘了时差的问题 这个杨委员已经年于古希 年期也不少 现在其实不叫古希了 现在就以本身才叫古希 而且呢 你们这个媒体应该问问 住的是哪一个哪个酒店 我们都知道 这个酒店 有没有豪华套房 对吧 这里头有没有这个 这个故事有没有啊 就是泡泡浴啊 这个有一两条这个碰圈 这样 因为吃不消的 因为你这个往东 从东往西飞啊 是逆时差的 我就曾经啊 从香港飞到这个西岸 受不了 一下飞机啊 日夜颠倒 睡过去就像死了一样 至少啊 而且呢 一个晚上 睡12小时到15小时 很可怕的 完全不做梦的 睡是睡得很扎实的 所以他们凌晨一到 第二天马上啊 就要开始这个工作会谈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而且背负着13亿人民 还有这种英雄先烈 鸦片战争以来 这种为驱除帝国主义的 七五啊 这种先烈的这种啊 呃 期望跟祝福来到 还这么远 来到还吃这个杯面 吃这个泡面 我一听呢 这眼泪就流下来了 对吧 我想啊 在这个河北啊 山西啊 陕西啊 这些很朴素的 这种农民 大叔大婶 看了也一样 对不对 总的人总是有感情的 虽然说不要情绪化 是不是 而且我想请问一下 住这个旅馆的钱 是应该谁付 是美方付 还是中国外交部来付 这个要查清楚 是不是 按照中国的外交部说 是应邀访问美国 那当然是美国人出嘛 对不对 但是你要美国人出 那美国人就小鸡的狠 他有一个惊艳的限制 那么如果中国人出 那就是中国人 自己肯定搞豪华的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 也没办法太豪华 你到美国很多地方去 能豪华到哪里去呢 那个豪华酒店 还不如你一家酒店 你一家酒店 还有个免费早餐 豪华的酒店 你早餐都没有 安克里斯 有没有五星酒店 有没有明酒店 有有有 五星是有 西尔顿啊 什么什么 有有有 他们好像就 西尔顿啊 住哪个酒店 反正就是 在当地算 很好的酒店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疫情期间 酒店很便宜 再贵的170块 那么加州的这个什么 爱国华侨同乡会啊 什么乔里有没有 弄两个大巴士 穿过这个加拿大 或者坐飞机 就给献花了 在酒店 现在抱歉抱歉 加拿大和美国是 对不起 还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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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坐飞机 从这个温哥华 从这个什么西雅图 洛杉矶啊 两个小时飞机就走 现在 两国还没有通行啊 还没有通行 没有啊 不 从加州坐飞机去安克 来自 那你要隔离一段时间 要隔离一段时间 对 还要隔离 对啊 隔离的话 杨国人已经走了 那就是你们唐人界啊 这种社团呢 啊 这不是了 应该早14天 你们就朝那边先埋伏 啊 不能说埋伏 就先到啊 把这些什么牛排啊 啊 什么包这个饺子啊 啊 然后呢 你们隔离的时候 就放在冰箱 等人家 领导人来了 你们隔离完了 就亲自 这个下饺子 煎牛排 然后热气腾腾 整天的 就敲门 就给两位领导人 是吧 嗯 而他们讲到 这一次的表现呢 说是响应席举席的 这个指示 要平时事件 也就是说 进来洋人 啊 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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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平时啊 已经仰事了 因为你这个杨解词 发表的是16分钟 对 差不多17分钟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布林肯呢 当初是2分17秒 到最后呢 看见你洋委员呢 16分呢 那么这个布林肯呢 再多加4分 那2分加4分才6分多 也比不上你这个洋委员的长 是不是 这么一比啊 洋委员比他长多了 而且不止长 还硬 所以呢这一次 不只是平视 简直已经是俯视了 所以呢 听说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 我看今日华谣 今天的华谣电视报道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 非常亢奋了 人家说我们真日站起来了 我都在想1949年 不是站起来了吗 怎么现在又站一次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语病的 应该不只是站起来 早就站起来 应该就跳起来 跳啊 你跳得比他高 你跳得高才能够俯视吧 是不是 所以这些网民呢 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用这些词汇啊 是有一点的语病 是不是 这次应该是跳起来 这一次 这个安克来自智慧的 是会涌载中国外交实测的 是不是 应该是会这样 哎呀我都收到了 那个图片你收到吗 就李鸿章的那个时候 跟这个 是不是列强啊 这些什么英国还是什么 军官啊 那些外交官谈判的一张图片 在上面 然后下面是今天的 中美官员的会谈 让你一苦思甜 普京追悉 是不是 然后你才感到啊 这个时间走廊啊 这个有这个时空的距离啊 你才能够分享那一点的 民族的自豪感 所以我这个强烈建议啊 今天的这个香港的 这个或者大陆的 年轻一代的网民 看看这个谢骏的 那个鸦片战争 那个电影 是不是 看了以后你再看 今天这一段 一个多小时啊 这个短兵相接 啊 针锋相对 啊 那个时候就来感觉了 啊 不然的话 我们在外面 纸上谈兵呢 这些小孩听见啊 照样在低头打 打玩这个电脑游戏 他是没感觉 是不是 但是呢 您觉得他是存在的 表演给中国人民看 还是啊 汇报给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看 你看我真的平时世界了 还是跟中国人民表演看 我真正是跳起来了 您觉得他在 不能够 不能够就存说表演 说表演是美国的说法 事后美国就说 这个完全是在作秀 是不是啊 那么动机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啊 总之是因为以前的这个 中国跟外国的这个领导人啊 外交官的会谈啊 这开场白啊 以中国的国情呢 你是西寒问暖啦 讲讲天气啦 或者我记得这个中英香港前途谈判 中国的代表是那个时候是 外交部助理这个周南啊 一坐下来就说啊 今天啊这个天气啊 慢慢乍暖还寒啊 然后呢就是来两句诗 两岸原声踢不住啊 青州已过万穷山 然后呢 这个时候有那个只有文化 我们这个记者呢 在外面就多么啊 这个唐诗啊 有不同的警戒 是不是 那你布林肯呢 一来你应该按照中国的国情啊 你这个开场白应该怎么说呢 今天在这个阿拉斯加安克雷茨的 这个地方啊 他以冰天雪地闻名 但是今天呢 我们已经到了三月底啊 三月底呢 就是寒冬已尽啊 春意央然 在冰天雪地啊 这个环境啊 我非常的有信心 只要我们跟中国来的客人谈讨 求同春意 摸着石头过河 一定会迎来啊 破冰啊 这时刻 这个呢 你这个开场白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 要不然啊 下一轮会谈的开场白 哎呦 这个布林肯就说 我听说我们的中国朋友啊 吃这个泡面啊 那是太可惜了 你知道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最著名的是什么 是海鲜啊 海鲜的吃这个皇帝鞋啊 帝王蟹 就是什么蟹啊 帝王蟹 帝王蟹 就是说八只枣啊 一生出来啊 有两公尺这么长 是不是 哎 你有没有尝过 王外长 你有没有尝过 我们当然尝过 吃螃蟹嘛 我们中国人吃螃蟹 吃了两千年 这个叫看你横行到几时呢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螃蟹 可以下窝的这个 用汤煮 也可以啊 用油泡 就看这个吃螃蟹啊 吃的怎么样 然后布林肯就来一句 总比吃篇幅好吧 如果你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样的话 这个开场啊 全来脚往 也一样的是剑拔弩 但是有文化 有画面 有文学性 也有这个哲学性 那你他妈的布林肯 一上来 就是开门见山 就是提出五点 第一 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中美贸易问题 还有这个网络的这个攻击 跟高科技的问题 其实这五个领域 他布林肯在动身以前呢 白宫已经讲过 所以利用这个开门 这个两长两分钟 这个各国的记者聚焦 你这么样不给面子 所以呢 这个在中国方面呢 当然就要不客气了 是不是 全来来而不枉非礼也 你来个什么两分钟 二十七秒 我老子就来个十七分钟 两秒就给你看看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也不能说造作秀 是不是 只能够说 到了哪个山头唱什么歌 当然这个也是大开眼界 从这个这样的对话 我们现在看到 美中两国之间 要破冰啊 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有很多人 很多人忽略了 在这个布林肯到 阿拉斯加以前 白宫发言人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今后 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对策 要看这一次的会谈 提供的什么资讯 那意思就是说 我拜登这一届先上了台 他上台以后 面对面的 我没跟你交流过 所以这两个 你从北京邀请过来 就是老老实实的 就交一下底 我也面对面的 跟你交一下底 看看有没有能够 妥协的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拜拜了 然后以后呢 我这个美国对华政策 就以你这个阿拉斯加知会 你这两个外交高官的话 跟提供的立场 作为一个依据 这个话以前是没有说过的 第二 就是说 在中国改善 对澳洲的外交态度以前 美国对中国的关系 不可能回复到 这个川普以前 这个话也是在布林肯去阿拉斯加以前 也是美国交了底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 对不对 这个就不用说 这个 还有这个国防部长奥斯丁 也去了这个日本跟南韩 跟布林肯 然后 奥斯兵没有参与阿拉斯加 直接飞到华盛顿 阿拉斯加呢 就加入了一个苏利文 是不是 对 所以呢 这么样 但是呢 布林肯呢 是从头招呼到底的 所以呢 这个 从整个 排长啊 就看整套来说 美国这一次 交的这个底是相当强硬的 好 那么这个中美关系是 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我们可能每个星期都会谈到它 我们现在回到另外 回到美国谈另外一个话题